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今4日当地狂风暴雨的天气状况 让该机场72航下楼顶的建筑装饰材料整片被吹落 过程都被民众拍摄下来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综合外媒报道 中国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 当地旺盛的对流天气状况 让机场T2航下受损 从影片中可以看见 该航下顶部装饰用的建筑材料 整片被狂风吹落 场面相当骇人 幸好当时底下并无民众或机场职工 因此并无演变成伤亡事件 机场方面指出 事发当时风速每秒于30公尺 才会发生这起事故 当时机场人员获报后 立刻封闭T2航下的出入口 以免民众误闯酿酿货 并将旅客引导至其他地方进入航下 刮起大风时 当地所有航班已一度暂停起降 但目前已恢复正常 详情请线连结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航下顶部装饰物掉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昌北国际机场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昌北国际机场